中文字幕 李宗盛 說別人傷心激動到心碎 原來不是誇張的 是真人真事 我們在醫療上都發覺 一些極端的情緒波動 例如失戀或親人過世 會誘發心臟病 尤其是心碎症候群 女性比例比男性多 大概有九成的病人都是女性 有些明顯顯示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家庭糾紛 最常見 會說突然心口劇痛 其次有些病人突然氣速 如果重有機會休克 即是不省人事 危害身體有生命危險 特別的是 很多心碎的病人 本身是沒有心臟病的 只是病發的時候 跟急性心肌緊失很相似 但不用通波仔同做手術 怎樣分辨呢 馮醫生有特別的方法 我有個病人 她都是一個女士 沒有什麼其他的心臟病 甚至是沒有糖尿 沒有膏血壓 進入醫院的時候 我們做初步檢查 她的心電圖 都是有一些異常 再做抽血和超聲波測試 發覺和心肌緊失相似 之後出動這兩招 送她進入心肚管室 做一個心肚管 就發覺她的心臟血管 是完全正常 血壓是沒有問題的 順拜晚問究竟發生什麼事 令她突然心口痛呢 我當時說她的親人過身 讓她的時間比較突發 令她的情緒都非常控制不住 所以心臟症後群的病人 心臟不是真的碎了 只是因為心碎而有發疾病 得出這個病名 她還有個別名 叫章魚虎心肌症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心臟就像章魚一樣 下面收縮到 而上面就漲大了 尖邊就漲大了 除了情緒波動 一些身體感染或失調 都有機會有發心碎症後群 但為何心碎會變成心臟病呢 有機會是一些荷爾蒙 荷爾蒙叫腎上氏荷爾蒙 會因人的情緒突然高漲 而突然增加 有機會會影響到 心臟血管令她敬戀 而影響到心臟肌肉的收縮 其實現在發覺年輕的病人 都有機會因為敢而入醫院 大部分病人都不需要做手術 給予一些基本的治療 例如是藥物治療 等她的情緒平復之後 慢慢希望她的心機 慢慢會復原